马来西亚需要手脚并用危险攀岩的山 你听过哪几座呢? Pinaka Muru Pukitabu Gunong Pulai Barin 还是Pukit Kodang呢?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Pukit Journey 算是鲜少人知道的攀岩山 而这座山让我最印象深刻的 还是它独特的刀山地形 有一段路很像地狱的刀山这样 走在这片石头上 每个石头都有穿透你的鞋的能力 让我们来看看这座山怎样去吧 Let's go 首先你Google Search找这个Journey Basecamp 然后你就会来到这个河边 这个河边有人都能在这里露营 你就可以把车驳在这个公园里 公园驳驳车后 我们就走进这个山的旁边这个马路 这马路有两条 我们就走左边这个马路进去 马路后面就是我们驳车的公园 然后就顺着左边这个马路一直直直走 可以看到我们要爬的山就在前方哦 我们走这个路走到这里 左边有一个红色的牌 我们就转进去旁边这个红色的牌的路进去 然后就直走就会看到我们要爬的山就在前方了 这个有山洞的山就是我们要爬的山 左边有人正在玩那个攀岩绳索上山 很危险 这个山洞其实我们可以探索 但是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要爬这个山 而不是要走这个山洞 我们顺着这个山洞 一直绕着走 这个就是我们要爬的山啊 顺着山旁边一直直直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边一个楼梯 这个楼梯是给那些要探索这个洞穴的人 我们没有探索洞穴 我们要爬山 所以我们顺着这个山直直走 绕着这个山壁走 所以你可以看其实这个山路还蛮晃的 所以新手的话不是很建议 绕着山壁一直直直走后 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物质在右手边 这个物质右手边 然后我们还是绕着这个山壁直走 看到这个物质之后 其实后面的路就要开始一直上山了 所以等一下你就会看到 前面有个奇怪的声音哦 什么声音 屋子过后的路就超斜的 真功夫就这个时候开始显现了 啊 而且肺活量开始爆满 超累的 你看到那个呼吸声开始慢慢越来越大了 而且这个时候你的手就开始不得空了 要开始慢慢抓石头 这里给这个木蛇摸到要跪着像一个狗这样 跪着爬山 而且还抓着这个尖尖的石头超痛 你的手开始不得空了 一直要开始抓石头抓木 因为开始很斜了 叛奸的程度开始来了 到了这里我们有迷路 因为那个路真的有点荒 所以我们真的会走错路一下 这边其实是要走右边这一条 左边是没有路了 你看到不最近你就停 我们在慢慢 爬着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手一直开始 抓东西了 可以开始慢慢攀岩了 来到这里我们就到CP1啦 这边上去也真的很斜耶 CP1的意思就是 你过后的路就会很辛苦咯 然后这队还可以来咯 你可以看一下 过后的路真的超辛苦的 完全就是开始攀岩了 如果没有攀岩的技巧 最好还是不要来真的是很危险 可以看到完全就是用手跟脚 一直用力的拉自己上去 所以过了CP1之后的路 不简单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小心翼翼的 用手抓着任何的东西 拉自己上去 CP1之后就是开始攀岩了 也就是这个山的特点 攀岩山 还有一个又来多一个 一直在攀岩 又多一个波 再来 又再攀岩 完全根本没有给你休息的时间 完全那个路一直90度上 一直都是在攀岩 不要讲平路啊 根本就是一直用手一直在攀岩 超累啊 又再攀岩 你看我的手一直在不得空一直抓东西 小心 其实我现在已经是汗流满面了 真的超累 所以你可以看每一个波路都这么斜 所以你可以看每一个波路都这么斜 都一直用那个手一直抓着自己攀岩上去 超累的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屏路的时候 不要开心 因为这个屏路过后 它就会显示你到了CP2啦 这个CP2 如果你以为上了CP2就不难 那你就惨了 CP2过后的路 会更加折磨到你不成人形 超难走 我们来看一下 几难走CP2过后的路 基本上都是 又是一直在攀岩 那个手抓的都痛的半死 然后你上这边看到 对面 才是我们要到的山顶 靠对面那座山吗 那个才是山顶 还有好远的路 我的山顶怎么在那么远呢 对面那个山顶 来到了这里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地狱了 有听过山刀山下油锅吗 山刀山我觉得可以指 有路吗 就是这边的路 完全很像一个刀山这样 仔细看我们只要踩的地方 完全是踩着刀山上 那些石头尖尖绿绿的 好像要穿透我们的鞋这样 超痛的 每踩一个脚步都很像踩脚底按摩这样 一踩下去就嗷一声 一踩下去就嗷一声 超痛的这一条路 虽然这一段路是 平平 走过去那个山顶那边 但是这一段路 却因为这个石头路让我们折磨的不少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左边有很多仙人掌 在山上还能看到仙人掌真的是很奇特 就是我现在手抓住这个仙人掌 然后就来到这个石头桥 这个石头桥由无数个尖锐的石头组成 所以要走这个石头桥真的要很小心 第一就是这个石头桥的石头很尖 很痛 第二你除了要耐痛之外 你要必须要小心 因为你一滑下去的话 旁边就是悬崖了 所以要小心抓着绳子 慢慢走这个石头桥 走到了对面这里后 真正的挑战就真的开始了 如果你觉得CP2之前的路 都很辛苦很累的话 那最好还是不要来这里 因为这里比CP2 前面的路更加难 这里的那个攀岩 几乎有些是超过90度 很危险 而且这里能抓的地方不多 能爬山的那个路也很窄 如果你一不小心 往后翻倒的话 就是跌去悬崖 没有命了的 所以接下来这些路要慢慢的走 而且很自立 很斜 又累 又痛 完全借助任何的东西来 拉自己上去 有绳子就抓绳子 有石头就抓石头 这段路 就是一直这样 很危险的攀岩 直到去山顶 所以 完全是没有休息 一直这样攀岩到山顶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已经喘到要半死 还满身大汗的 为什么要这样拿呢 然后就来到BoogieJunet最难爬的地方了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起点 就是踩着这个小小的木头 乘自己上去 超危险的 我真的很怕我踩断这个木头 或者是把这个木头给剃歪掉 那么我就整个人会跌下去了 而且这里的攀岩完全是超过90度了 可以说是有超过120度 所以真的是很 势力的拉自己上去 完全是不简单的那个攀岩点 谢谢 OK 他叫我上来了 难哦这个 所以我在踩着这个木头上去 现在我真的很怕这个木头会断掉 如果断掉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等下下山的时候要怎样下 拉自己上去 这里很势力 因为这里超过90度 差不多120度的倾斜度 很累 很大力的拉自己上来 到这个山这里 但是好消息是你看到这里 就表示山顶就在不远咯 当然还是要很卖力的一直拉自己上去先 很卖力的攀岩上来这里 很卖力的攀岩上来这里 就会发现到山顶就在我的头上了 来到这里也是超累的 来到这里也是超累的 因为很像过一个洞穴这样 要跪着像狗一样慢慢爬着 走过这段路 所以我的手 跟我的乞丐 都饱受了这个尖尖的石头 这折磨 超痛的 跪着走这段路 拍了好累好累 终于我们到达了 Bukit Jarnet的这个美丽的山顶咯 不简单那个 那一望无际的稻田 绿悠悠这样超美丽的 而且还蓝天白云 山顶可以看到 连绵的山脉 还有对面的Bukit Jarnet 而且仔细看的话 一边是有那个光照是在稻田 另外一边因为那个山遮住 所以是黑黑暗暗的 好特别 为了避免天黑下山 我们5.25分就赶快下山了 而且下山的路比上山超难 然后又走回去刚才那个很危险的石头桥 步步惊心 所以走到脚都痛 真的很危险 然后走了过去到这里了 石头路 上面那个顶刚才那个过去 所以这个就是山顶 刚才我们从这个山顶下来了 然后下山的路还是这么的危险 所以要小心 然后最好就可以戴上一个 手套 因为下山跟上山 攀岩的时候手会很痛 6点10分下午我们就出来山脚了 山脚这边要注意有一个很美丽的稻田 刚好又热络 所以我们就 在留在这边拍热络稻田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该从这里下来的 Buket Journey 我们下山脚了 Buket Journey Buket Journey 我们下期再见